中国反风控示威活动白纸革命持续的延烧 台湾的政坛也跨海生园 呼吁中国当局应该要正视人民的声音 避免冲突扩大 偏责中共误暴力镇压 拿出白纸国内政坛跨海生园 中国大陆白纸革命 中共严格了风控措施 却发生乌鲁木齐不幸悲剧 民众怒火再也忍不住走上街头 中共政府必须立即停止 对反风控的中国民众进行的暴力 但看到这一幕 六四民运领袖王丹忧心忡忡 抗议活动遍地开花 警民冲突也越演越烈 疫情爆发之地武汉 28后更传出有警察队民众开枪 如果这个抗争继续在中国广泛展开的话 那么我相信中共当局还是会 用更强硬的武力去进行暴力镇压 就怕六四屠城的暴力镇压 血腥冲突再度重演 王丹向国际社会喊话共同关切 这个自1989年之后 最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事件 而有了来自外界的压力 才能遏止中共 参与社会运动的香港青年 同样心有七七烟 勇敢站出来 替反抗中共高压统治 反对风控的民众发声 而战缝台湾只会一大选落幕 一向抗中保台的民进党却惨败 王丹则警告 2024年选战如果输了 台湾真的就危险了 要怎么重视中国因素 可能给台湾带来的各种影响 那么我希望台湾人民能拿出 更大的智慧和勇气 中国大陆民众抵抗极权 不为政府揍上街头 大声表达诉求 我们台湾当然也不能置身事外 接着黄秀先生台湾斗 才开开心心当选连任 没有想到两个小时之后 竟然变成了落选 真的是情何以堪 云林先议员周秀岳 开票当晚票还没开完 就有县府及议会人员 到服务处贴红榜祝贺 让周秀岳也以为自己顺利当选了 双方还在红榜前开心的合照 没有想到最后是空欢洗衣场 高票落选 而且还说要回来取回红榜 让他气炸了 他质疑选举黑箱作业 将会提当选无效诉讼 要求重新验票 祝贺周秀岳议员高票当选 包括县府以及议会消防局长 相继派人来服务处贴红榜 双方还开心的在红榜前合照 没想到红榜都还没贴热 两个小时后竟然翻盘 由当选委便落选头 让他无法接受 红榜的处长说是县府 根据县委会给他的资料 这个情何以堪 你有可能动手嘛 两个多小时很好动手啊 周秀岳已任三届议员 他说开票当时他跟无党籍的 陈芳颖各有领先 但开票当晚票还没开完 祝贺红榜就来了 让他以为自己顺利当选 不过为了慎重 他还向民进党县党部求证 才对外宣布当选消息 结果竟然是空欢喜常 这个是台湾的一个冠票的指路 因为他们没有统计到最后开票结果 那最后几个开票结果 后来是由陈芳颖来领先 云林县选委会表示 当天晚上将近十一点才公布 当选人名单 周秀岳七点多就收到红榜 猜测应该是贴榜的人 误以为他当选所导致 现选委会表示 选举最后结果的确 陈芳颖小赢一百一十五票 至于周秀岳要验票 提当选无效将尊重 后续也会配合相关程序 记者郭正义云林报道 也是选举后续引发的争议 来看到这是国民党 屏东县长候选人苏清泉 以一万多票的差距落选 书清泉执意计票不公 而就有网友贴出影片了 工作人员整票 唱票人员快速唱票 并没有向民众来展示 也引发了议论 而屏东选委会就表示说 工作人员整票之后唱票 是作业上的瑕疵 但并没有涉及不法 不过资深的选务人员则说 其实工作手册 并没有注明必须要亮票 但中选会的讲习影片 都有示范 认为即使手册没有写明 也应该要遵循影片来执行 才能避免让人质疑选举的公正性 人员快速唱票 仔细看过程 并没有向民众展示 国民党屏东县长候选人苏清泉 以一万多票差距落选 质疑计票不公 就有网友PO出这段影片 短短36秒画面唱票18次 不但快速唱票没有亮票 而且还是先整票后唱票 引发热议 有人说工作人员便宜行事 有人质疑开票不合程序 对比其他投开票所当天开票情形 可以看出两者明显不同 唱票后向民众展示选票 并且先唱票后整票 事实上正确开票过程会先减票 接着唱票计票 最后才是整票计票 至于唱票是否必须同时向民众展示 其实工作手册没有明确规定 不过就有资深选务人员谈言 中选会讲习影片都有示范 为了避免遭人质疑黑箱作业 会遵循影片执行 这回选举留出唱票员 没有亮票影片 加上整票后唱票行为 屏东选委会表示 属于作业瑕疵没有涉及步伐 开票的顺序 我们的选举会的认定也是 它的整票还有唱票计票 都是合物规定 亮票与否爆出争议 只用瑕疵一说 恐怕很难说服民众 记者苏世伟屏东采文报道 台海情势也牵动了延长兵役问题 选前就引发了一波讨论的 义务役是否延长的话题 大选落幕之后何时会宣布呢 对此国防部表示 冰役问题与选举无关 不过何时要实施 国防部则回应说 相关的程序还没有完成 因此对外没有详细的内容 可以公布 另外针对华尔街日报指出 美方对台军售 因为乌俄战争的关系 导致持续的延宕 国防部也诚心说 都按照既定时程 在进行当中 国防部发布2023年形象阅历 要传达国军不分昼夜 守护家园 不过两岸情势紧张 有消息指出国防部有意延长兵役 搭上刚落幕的走合一大选 就有绿营议员认为 台海情势加上延长兵役 间接导致民进党败选 选举并不是在规划这项政策里面 国防部考量的一个重点 国防部澄清选举并不会影响兵役制度 不过也传出延长兵役启动关键 将落在12月中旬 国防部话说得很保守 这些相关工作都需要去透过 所有跨部会的协调 那么取得共识以后 才能够有一个相关结果 那么因为这个案子的相关行政程序 还没有完成 那么目前并没有详细的内容 还可以提供给大家 而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美国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大批军援 对抗俄罗斯 导致美方对台军售 延迟交货情况恶化 总之已经累积到187亿美元未交件 包含早在2015年的208套 标枪反坦克武器 以及215枚刺针防空飞弹 到现在都还没附运 国防部以机密问题 以驳施军售延宕 不过台海情势摆在眼前 国人也绷紧神经 记得翻唱或订阅 台北商务报导